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农夫蒙着头失望 野地的母鹿抛弃新生的小鹿 因为没有草料 野驴站在山岗上 像野狗喘着气 因为没有草吃 他们的势力衰退了 我的子民向我呼求 上主啊 即使我们的罪指控我们 求你仍然照你的诺言帮助我们 我们一再离弃了你 我们得罪了你 你是以色列唯一的希望 是我们遭难时的救主 在我们中间 你为何像陌生人 像路过旅客一早就走 为何你像毫无戒备的人 像无能为力的战士 然而 上主啊 你的确与我们同在 我们是你的子民 求你不要弃绝我们 关于这些人 上主这样说 他们喜欢背离我 随自己的意思游荡 因此我厌恶他们 我要记住他们的过错 惩罚他们的罪行 上主对我说 你不必求我帮助这些人 即使他们进食 我也不听他们的哀求 即使他们献烧化剂和素剂 我也不接受 我倒要用战争 饥荒和瘟疫消灭他们 我说 至高的上主啊 先知欲言没有战争 没有饥荒 他们说 你允许我们 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太平 但是上主说 那些先知 假借我的名撒谎 其实 我并没有拆他们 也没有命令他们 或向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的意象不是我给的 他们的预言 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想 所以 我 上主 这样告诉你 我要对付那些 不是我拆派的假先知 他们假借我的名 预言 这地方不会有战争 不会有饥荒 可是我要用战争和饥荒 消灭他们 那些听他们说预言的人 也要遭遇同样的结局 他们的尸体 连同他们妻子 儿女的尸体 都要被抛弃在耶路撒冷间上 没有人埋葬 我要他们 因自己的邪恶 遭受报应 上主吩咐 我向人民 叙说我的忧伤 让我的眼泪 日夜涌流吧 让我不停息的哭泣吧 因为我的同胞受伤 他们受严重的打击 我走到野外 看见死于刀下的尸体 我走进城里 看见人民因饥饿病倒 先知和祭司照常工作 却不晓得自己在忙些什么 上主啊 你完全弃绝了犹大吗 你厌恶西安的居民吗 你为何重重的击打我们 使我们不得治愈呢 我们期待平安 却看不见好光景 我们等着医治 反遭受恐吓 上主啊 我们得罪了你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 也承认我们祖先的罪恶 求你记得你自己的应许 不要厌弃我们 求你不使耶路撒冷 你光辉的宝座蒙羞 求你不废除你与我们所立的约 列国的偶像能使天降雨吗 天空能自降甘霖吗 上主 我们的上帝啊 我们的希望在于你 因为这一切都受你支配 大午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到屈原的故事 屈原一心畏国 却遭到奸人的陷害 一生不得其至 最后可能就犹豫症 头疆而亡 而先知耶利米 有点像 就是遇到小人的欺负 那些假先知 自以为是对的 不愿意带领百姓悔改就算了 一起加入毁谤他的行列 先知耶利米知道 国家在拜偶像之中 不是嘴巴讲平安平安就可以了 乃是要除去恶行 尤其在拜偶像的方面 这些祭师和假先知 以为有上帝的约 以为有耶路撒冷城 有雄伟的圣殿 上帝一定不会让他们遭遇 国魄家王 如同北国以色列一样 殊不知他们自己 已经毁约在先 神当然要施行管教 只是先知已经先领受了 别人还在睡梦中而不自知 耶利米的心情谁能知道 先知只能将泪水往肚子里面吞 可是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 审判已经临到 通常就是刀剑 饥荒 瘟疫 这三种 耶利米书有七次有相关的记载 今天的经文当中有提及到 旱灾造成的饥荒 没有农作物 没有食物可以吃 但是连最重要的水资源都没了 上帝甚至透过先知说 他们为死于刀下的 连尸体都没有人为他们安葬 这样的危机和灾难 相信没有人愿意听 你可以想想 耶利米是爱百姓 更是爱神的先知 他内在生命冲突是何等大 他不停地流下眼泪 日夜不停地流 可是身边的人都觉得 他是重度忧郁症 是发疯了 为何要这样伤心难过 每个时代神也通过猜浅 他的仆人在不同的时期 为主发生 这些领受到上帝启示的人 他们或许对于预言的反应 都不一样 当然对于被鲁可以归回 是喜乐的 面对仇敌将被打败是高兴的 听到国家会兴盛是欢喜跳跃的 可是家破人亡的痛苦 是这样真实一幕一幕在异象之中 这死何能何等的痛苦 那在今日的教会之中 神仍旧安排他不能向教会说话 向众教会说话 有恶的都应当听 应该悔改的必须要悔改 并且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 他们带到灵兽所哭泣的 每一滴眼泪 神都会记念 你我是否在这其中 继续为众教会祷告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